三台录像机 一带到客户这里 不但硬盘识别不出来 摄像头一个也收不到 一带回去嘛 又莫名其妙的自己好了 不但能识别硬盘 摄像头也能正常添加 你信吗 这倒霉是我就遇上了 这次组织让我们跑了三趟 换了三台录像机 才打到问题所在 搞到老板看我眼神都不对劲了 以为我拿假货忽悠他呢 最后排查的结局 也是我想不到的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好了说正事吧 原来这只是一次毫无看点的安装监控 所以当时大量的镜头我没有拍摄 因为安装监控是很简单的事 只要摄像头和录像机的线 都接在这个交换机上 设备开机后 随便设置你一个容易忘记的密码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激活并自动配置 它就会自动把我添加好摄像头 这件工就算是安装完成了 够简单吧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正常给录像机找流程的时候 它这回不按照套路出牌了 直接显示硬盘未配置 时间未配置 通道未配置等错误 然后就提示 当前无可添加的摄像头 当时我没有当回事 这种小事怎么可能难得倒我 于是我打算通过手动添加摄像头 却发现等了半天 认识一个摄像头都收不到 奇怪啊 我已经把录像机接到这个交换机上了 怎么出现收不到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只能用电脑接在交换机上 看看什么情况 我打开设备收手工具 发现六个摄像头都是可以收得出来的 那这样就代表交换机和摄像头是正常运行的 当时录像机还一直出现这样的爆错异常 铁丝网络断开硬盘错误 这就让我纳闷了 这在装新机是从没有出现的情况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以为录像机某个参数出了什么毛病 于是我就给录像机还原出场设置了 还原出场完毕 等待开机后 我再次结果发现 还是出现硬盘 时间 通道等位配置 局网无可添加的摄像头 这个时候我以为这个事要被坏了 我就把这个录像机带回了公司 打算换台新的过来 这事说来也怪 把这录像机带回来后 它就自己正常了 不但能识别硬盘 也可以收到摄像头 当时我随便添加一个线楼试了一下 结果发现是完全正常的 大伙看到了吧 画面是正常的 当时我就有点纳了闷了 这解释不通啊 为了避免再跑一趟 我还是带一台全新的录像机过去 原为带这台新的录像机过去 这事就结束了 你们猜怎么着吧 新的录像机带过来后 就跟事先串通好的一样 又出现硬盘报错 摄像头收不到的情况 我再次看了一下电脑 反不确定摄像头是正常的 大伙看一下 六台摄像头都是未接活状态的 这没错吧 我感觉此事不简单 特地打电话让我同事 从公司再拿一台录像机过来 我让他过来之前 先测试一下 录像机能不能收到摄像头 他在公司测试一切增长后 就带了过来 两台录像机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说运气不好 这第三台可是测试完全正常 才带过来的 怎么会再出什么幼儿子吧 因为这场闹战就结束了 待会还怎么着吧 在这边 什么 还是说先也要换一遍 先要换门换了 门换了 我这里把硬盘组装好后 一开机发现 一就是硬盘错误 摄像头收不到的情况 这就把我整不会了 为什么在公司就正常 一带过来就报错 三台录像机 一带过来都出现同样的故障 没理由啊 算了 硬盘识别不了问题 先放在一边 我打算先解决录像机 收不到摄像头的问题 我检查了交换机 待会看下 这交换机可没有任何微论功能 也没有任何波码开关 我电脑不管接哪个口 也实实在在能收到六个摄像头 但是为了完全排除交换机问题 我只能换另一个型号的交换机试一试 换完交换机后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依旧出现硬盘错误 摄不到摄像头的情况 看来真不是交换机问题了 我回想起来 当时我带回去的时候 电源没带 交换机没有带 硬盘没带 就单单带了录像机回去 对啊 该不会是电源出了问题 因为电源有故障 录像机是可以识别不到硬盘的 于是我把电源给换了 结果还是一样 这就真的把我整不会了 后面我冷静下来想想 目前电源换了 交换机也换了 就拆硬盘了 当时我就想着 干脆连硬盘也拆了 看看能不能收到摄像头先 于是我就把硬盘也拔了 没想到拔了硬盘之后 录像机就可以收到摄像头了 后面我再把硬盘装回去的时候 那奇怪的故障又出现了 摄像头又收不到了 我再看一下硬盘的情况 发现它只能识别一个硬盘 这下我就明白了 可能是某个硬盘坏了 导致整个录像机的系统出现隐藏 后面我把那个坏的硬盘给换了下来 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讲真 硬盘坏了能影响到录像机系统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一般情况下 硬盘坏了顶都无法录像 但是这是严重到 导致录像机都收不到摄像头的情况 真的是少见中的少见 反正我就仅仅经过这么一次 有意思的是 在这之前 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也出现这种情况 据说来到我们这里换了五台录像机才解决 可能他当时也是换了硬盘才解决的 只是没有和我们说 好了 如果你们出现我这种类似情况 一定要邮轻考虑硬盘问题 下一期的预告先放在这里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下一期见 再次 感谢观看